这件外套是四十年前妻子的嫁妆 林刚辉保存如新 他习服爱物 连鞋子也是穿 儿子不穿剩下的 还可以用 不足是说完全不能用 为了省电 还把电灯开关一分为二 这也是林刚辉特别设计 不用那么亮的时候 就可以省电了 这样子不用全部都开 四只都亮 七十一岁的林刚辉 年少时佳平 养成节俭美德 收看大爱台 见苦之福 妻子是慈祭会员 51岁就因癌症往生 林刚辉不仅延续 更扩大妻子的心愿 把积蓄捐出来 带着儿女一同行善 我自己一个人 力量是很小 但是我希望说 借这个慈祭的大爱 能够集合大家的力量 替这个众生解决这个困难 母亲晚年曾到台中慈祭医院治疗 团队的用心也让林刚辉深受感动 真的是有在关怀病人替病人解除 这种病痛的那种心情 林刚辉过去在电信领域服务30年 有水电专长 家中一切修缮 几乎一手包办 舍不得买新衣服 过去上班的工作服 到现在还在穿 很感动的就是说 她自己本身 节俭很节俭 然后去做一个永本的布施 如素多年 虔诚信佛 林刚辉一辈子爱物习物 希望尽己之力 救度苦难众生 大爱新闻张柜端 欧阳光辉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